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陈浩南牵头 删击重回红星 并且认了娇皮做名义上的大哥 虽然骆驼对蒋先生十分的钦佩 但是乌鸦显然十分的不服这个红星的画石人 趁着老大不在 还故意的调下了蒋嫂方婷 近此陈浩南起身让乌鸦闭嘴 一时间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意 好在蒋先生开口平息了事端 晚上一个好消息传来 医院来电话说小结巴醒了 而且书画不结巴了 不过他患上了失忆症 越近的事情越想不起来 就连陈浩南是谁都不记得 医生建议尽快地接他出院 让他过以前的生活 这样恢复的几率更大 之后几人努力地帮助小结巴回忆过去 另一边 东兴的笑面湖找到了鸡哥 表示自己想在湾仔插旗 开一家酒吧 只要鸡哥出面 就分他两成红利 白送的钱不拿白不拿 鸡哥也硬撑了下来 山姬这边也没有闲着 在教会上 他结识了牧师留学回来的女儿淑芬 数日之后 到了一年一度的光二爷诞辰 各个帮派齐聚一堂 为光二爷贺寿 大飞承诺今天晚上 一定为陈浩南弄条长红 此时乌鸦也赶了过来 今天的重头戏是拍卖贡品 压照的就是那条高高挂起的长红 陈浩南有意拿下这条长红 讨个彩头 其他人也无意相争 偏偏乌鸦故意加价 惹得大飞直接开口 无论他出多少 都比他多一块钱 一块钱怎么算呢 健壮 吉格也表示很难办 很快两边就打了起来 好在警察及时赶到 这才平行了事端 第二天 几人来探望陈浩南的奶奶 山基几个人觉得无聊 就下来踢球 还是那个熟悉的球场 三人在这里碰到了乌鸦的手下肥尸 两边人火药十足 不过对面人多势众 毕竟好汉不吃眼前亏 稍加思索 三个人便狼狈逃走 另一边东兴的酒吧在湾仔顺利开业 收到消息的陈浩南 也立马带人赶了过来 这明显就是东兴过来砸场子 但是他没有想到 吉格也有一份 人家都上门来抢饭碗了 吉格还从中获悉泥 不过碍于有警司在场 陈浩南放下了狠话以后 转身离去 这件事情很快就捅到了骆驼的面前 陈浩南他当然不放在眼里 但是他也不想和蒋先生为敌 随后骆驼教训了两人一顿 然后亲自打电话向蒋先生道歉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毕竟何其才能生财 而吉格也自知理亏 于是主动从酒吧退股 毕竟是长辈 陈浩南也没有得寸进尺 接受了吉格的道歉 这件事情圆满解决 蒋先生也想放松放松 于是决定带着方婷去荷兰游玩 可是没有想到出发前 方婷被乌鸦掳走 并且拍下了照片 威逼方婷成为他的棋子 第二天 在陈浩南的陪同下 三人来到了荷兰 荷兰是东兴的主场 乌鸦和笑面虎早早地 就在机场等候 表面上风平浪静 实则荷兰地下的势力 早已暗流涌动 笑面虎早已布下了万全之策 荷兰就是蒋天生的埋骨之地 之后呢 当地的独销约见蒋先生 并希望与其达成合作的关系 但是红星自父辈开始 就坚决不碰毒品生意 所以蒋先生委婉地 拒绝了这一提议 但是陈浩南却发现了端倪 早上他碰见了一个壮汉问路 那个壮汉正是毒枭的保镖 他不知道的是 两个人握手的画面 早已被人拍下 酒足饭饱之后 众人走出了饭店 就在此时 方婷故意支走陈浩南 随后蒋先生被当街枪杀 等陈浩南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在乌鸦和笑面虎的重重包围下 陈浩南跳下河里得以逃脱 随后在黑哥的帮助下 他偷渡回了香港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 陈浩南是二五仔 黑白两道都在找他 红星内部一时间也难以决断 此时乌鸦突然带着方婷杀到红星 先拿出照片 随后方婷也出面指认 人证物证拒在之下 阿药发出江湖追杀令 并且在红星抽生死签 抽到死签的人 去追杀陈浩南 最后死签由大飞抽到 风声很快就传到了 骆驼的耳朵里面 他大骂两个人自作主张 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消灭虎也直言 这正是吞掉红星的最好时机 骆驼并未应允 但是也并未反对 只是说自己要去会会有人 叫他们自己处理 骆驼话里的意思已经不言而喻了 可谁知刚出门 就碰到了山鸡等人 仇人见面凤外眼红 一言不合几个人就干了起来 骆驼毕竟是年事已高 直接被山鸡按在地上 暴打了一顿 等警察赶到时 几个人早已溜之大吉 可是因为走得匆忙 山鸡的手机没有带走 在救护车上 骆驼给了乌鸦一巴掌 并说到这一切都是他惹的祸 此时的乌鸦眼中已经有止不住的杀意 在笑面虎的窜夺下 乌鸦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干掉骆驼 要不然被他把蒋天生的事情抖出来 那两个人将死无葬身之地 晚上他们来到医院 活活地闷死了骆驼 随后乌鸦和笑面虎把骆驼的死 嫁祸给了山鸡 虽然警方带走了山鸡 不过他们也明白 山鸡只是替死鬼 抓回来只是演一场戏 原来警方早就怀疑乌鸦搭上了 荷兰那边的毒枭 只要山鸡做现任 就给他一卷能够证明 陈浩南清白的录像带 此时的陈浩南正安全地躲在牧师家里面 可是乌鸦并没有罢手 他派出手下想要干掉陈浩南 三人且战且退 可是乌鸦和笑面虎左右包抄 小结巴落单被抓了 陈浩南也逼得无处可逃 还好牧师带着街坊赶来 他在这里传道数十年 颇有威望 一声令下 众人为他马首是瞻 见此情景 乌鸦也只能杀鱼而归 不过只要小结巴在手 他就不信抓不到陈浩南 为了救自己最爱的女人 陈浩南毅然决然地 前去单刀附会 不过乌鸦不止不讲中意 更不讲信用 他当着陈浩南的面 枪杀了小结巴 看着心爱的人死在面前 这一刻陈浩南才明白 什么争名夺利 什么铜锣弯的扛把子 此刻都不那么重要了 就在乌鸦准备干掉陈浩南的时候 只见山姬全身绑着手榴弹冲了进来 乌鸦可不管那么多 但是笑妙虎不敢拿命赌 迫于无奈 乌鸦只能让两个人 带走了小结巴的尸体 第二天 东兴为骆驼举奔了葬礼 作为东兴的老大 前来吊咽的人络绎不绝 不只是江湖老大 更有政府高层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是乌鸦做了骆驼 这样他就可以顺势上位 不过披麻带笑的样子 还是要装一装的 他也允诺 只要自己当上老大 保证兄弟们吃得好 穿得好 就在此刻 三联邦也派人过来调演 众人揭身着黑衣 为首之人正是黑哥 笑面虎有意与黑哥交好 但是他并未给笑面虎面子 而是戏耍了他一番 随后带着小弟 走到骆驼的临位前祭典 可就在此时 一群不速之客赶了过来 来人正是红星的大飞哥 笑面虎也不知道他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样 但是按照江湖规矩 过来吊咽骆驼并无不妥 东兴的人也不好阻拦 可就在这时 三联邦的小弟纷纷站起 只见陈浩南 山姬几个人从中走了出来 一时间 两边剑拔弩张 趁此时机 书分将磁带调换 这个磁带正是警方交给山姬的那一卷 随着录音传出 这一切真相大白 蒋先生是乌鸦和笑面虎干掉的 骆驼也是他们俩杀的 两人想和鸡鸽联手 瓜分红星和东星 乌鸽还想抵赖 但是奈何鸡鸽是个墙头草 直接当场招任 见识不对 两边直接开战 毕竟是人家的家事 黑哥也不好出面帮忙 陈浩南手拿砍刀 打得乌鸦节节败退 危急之时 乌鸦一把抓过笑面虎 替自己挡住了致命的一刀 笑面虎当场倒地 弃绝身亡 红星的人越战越勇 此时东星的人 已经无法遇之抗衡 最后乌鸦也死于 熊熊烈火之下 嚣张无限的东星乌鸦 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虽然红星暂时渡过了难关 可是亮坤死了又有乌鸦 乌鸦死了又有谁呢 红星化石人的位置 现在由谁来做 下一期 东星奔雷虎耀羊出场 此人更为阴险毒辣 红星再是一员猛将 陈浩南与山姬 因为全力生出隔阂 两个人能否重归于好 再度携手迎敌 请看下期 古惑仔四只 战无不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